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,打出门前,跳上高峰,对众神满心欢喜,李天王道,你这场如何?行者道,老孙便画进他洞去,那怪物越发唱唱舞舞的吃得生九粒,更不曾打听的他的宝贝在那里。 我转他后面,呼听的马叫龙尹,知是火不知物,东碧香靠着我的金箍棒,是老孙拿在手中,一路打将出了眼,众神道,你的宝贝得了,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?行者道,不难,不难,我有了这根铁棒,不管怎的也要打倒它,取宝贝还你。 正讲出,只听的那山坡下,锣鼓齐鸣,喊声阵地,原来是四大王帅重精灵来赶行者,行者见了,叫道,好好好,正和无意,列位请坐,带老孙再去捉他,好大圣,举铁棒披面迎来,贺道,脱膜那里走,砍棍,内外使枪支柱,骂道,贼吼头,注食无礼,你怎么白昼皆无对象?行者道,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孽畜, 你倒弄圈套,白昼抢夺我物,那剑儿是你的,不要走,吃老爷一棍,那怪物抡枪阁架,这一场好战,大盛世威猛,妖魔不顺柔,两家齐斗勇,那个肯干羞,这一个铁棒如龙尾,那个长枪四满头,这一个棒来谢树如风响,那个枪架雄威似水流,只见那彩雾蒙蒙山岭,祥云爱戴树林仇,满空飞鸟皆停翅, 四叶狼虫尽缩头,那镇上小摇那喊,那碧香行者斗走,一条铁棒无人笛,打遍西方万里游,那敢长枪针对手,用镇金山斗撑上仇,相遇这场无好散,不见高低是不休,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,不分胜败,早又见天色将晚,妖魔支着长枪抱, 悟空,你诛了,天昏地暗,不是个赌斗之石,且个歇息歇息,明朝在与你比蹦,行者骂倒,颇处修言,老孙的兴头才来,管什么天晚,是必与你定个输赢,那怪物贺一声,虚晃一枪,逃了性命,率裙腰收转干戈,入洞中将门紧紧闭了, 这大圣拽棍方回,天神在暗头贺喜,都道,是有能有力的大齐天,无量无边的真本事,行者笑道,成过奖,成过奖,李天王进前道,此言实非褒奖,真是一条好汉子,这一阵也不亚当时瞒得网照天罗也,行者道,且休提诉话,那妖魔被老孙打了这一场,必然疲倦,我也说不得辛苦,你们都放坏做做, 等我再进洞去打听她的拳子,乌咬偷了她的,捉住那怪,寻取兵器,奉还如等归天,太子道,今已天晚,不若安眠一宿,明早去罢,行者笑道,这小狼不知事事,那件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,丝肢等套摸的,必须夜去夜来,不知不觉,才是买买礼,火得与雷公道,三太子修言,这件事我们不知,大圣是个管家熟道, 须教她趁此时候,一则魔头困倦,二来夜黑无妨,就请快去,快去,好大圣,笑嘻嘻的,将铁棒藏了,跳下高峰幼稚洞口,摇身一变,便做一个促制,真个,嘴硬虚长皮黑,眼明眨眨眨眨眨,风经月明叫强崖,夜镜如同人话,气露凄凉景色,声音断续堪夸, 客窗里丝怕闻她,天在空街床下,蹬开大腿,三五跳,跳到门边,自门缝里钻将进去,蹲在那壁根下,迎着里面灯光,仔细观看,只见那大小群腰,一个个狼餐虎咽,正都吃东西里,行者跌跌垂垂的叫了一遍, 少时间,熟了家伙,又都去安排窝铺,个个安身,云摸有一更十分,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,只听那老魔传令,叫,各门上小的醒睡,孔孙悟空又变身了,私入家偷盗,又有些该班作业的,滴滴脱脱,邦领奇想,这大盛越好行事,钻入房门,建有一架石床,左右裂几个抹粉茶烟的山精树轨,斩铺盖服侍老魔, 脱脚的脱脚,解衣的解衣,只见那魔王宽了衣服,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个圈子,原来像一个连珠折头模样,你看他更不取下,转往上抹了两抹,紧紧的勒在胳膊上,方才睡下,行者见了,墙身右边,便做一个黄皮各枣,跳上石床,钻入背里,爬在那怪的胳膊上,注视一口,钉的那怪翻身骂道,这些少打的奴才,背也不抖,床也不服, 不知什么东西,咬了我这一下,他却把圈子又捋上两缕,依然睡下,行者爬上那圈子,又咬一口,那怪睡不得,又翻古身来道,刺闹杀我眼,行者见他关房的紧,宝贝又随身,不肯除下,料偷他的不得, 跳下床来,还便做促之,出了房门,静止后面,又听的龙银马丝,原来那层门紧锁,火龙,火马都掉在里面,行者献了原身,走进门前,使个解锁法,念动咒语,用手一抹,鼓叉一声,那所双簧剧就脱落,推开门,闯江进去观看, 原来那里面被火气罩得明晃晃的,如白日一般,胡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,都是太子的砍腰刀等物,兵那火得的火功,火箭等物,行者因火光,周围看了一遍,又见那门背后一张石桌子上,有一个灭丝盘,放着一把毫毛,大圣满心欢喜,将毫毛拿起来,啊了两口热气,叫声,即便坐三五十个小猴,教他都拿了刀, 剑,处,锁,囚轮,急功,剑,枪,枪,车,葫芦,火样,火鼠,火马,一迎套去之物,跨了火龙,纵起火势,从里边往外烧来,只听得轰轰火火火火,扑扑拼拼,好便似砸了一脸炮之声,慌得那些大小妖精梦梦茶茶的,劈着背,蒙住头,喊得喊,哭得哭,一个个走投无路,被这火烧死大半, 匪猴王得胜回来,只好有三更时候,却说那高峰上,李天王众位呼见火光晃亮,一拥前来,现行者骑着龙,呵呵呼呼,纵住小猴,静上风头,历声高叫道,来收兵器,来收兵器, 火得与哪吒答应一声,这行者将身一抖,那把毫毛附上身来,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,火得兴君注重火部收了火龙等物,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提, 却说那金山都洞里火焰纷纷,好得个四大王魂不附体,急欠身开了房门,双手拿着圈子,东推东火面,西推西火销,满空中冒烟突火,直走宝贝跑了一遍,四下里烟火聚熄,急忙收就群腰,以此烧杀大半,男男女女,收不上百事玉丁,又查看藏兵之内,各见皆无,又去后面看出,见八戒,杀僧与长老还捆住未解, 白龙马还在槽上,行李丹意在屋里,妖魔遂恨道,不知是那个小妖不仔细,拾了火,至令如此,棒有金石地告达,大王,这伙不干本家之事,多是个偷营结债之贼,放了那伙不知物,到了神兵去演,老魔风然醒悟道,没有别人,断呼视孙悟空那贼,怪到我临睡时不得安稳,想是那贼猴便画进来,在我这胳膊盯了两口, 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,陷我抹勒得紧,不能下手,故此倒了兵器,纵住火龙,放肆狠毒之心,抑郁烧杀我也,贼猴啊,你往使机关,不知我的本事,我但带了这件宝贝,就是入大海而不能腻,复火池而不能奋力,这番若拿着那贼,只把刮了点朵,方衬我心,说着话,懊恼多时,不觉得鸡鸣天晓, 那高峰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,对行者道,大圣,天色已明,不虚待慢,我们趁那妖魔错了锐气,与火不等扶住你,再去立战,数级至次可亲啊也,行者笑道,说得有理,我们齐了心,刷子去焉,一个个抖擞微风,喜弄武艺,静置洞口,行者叫道脱魔出来,与老孙打者,原来那里两扇石门被火气化车灰烬, 门里边有几个小妖,正然扫地搓灰,胡剑众胜起来,慌得丢了扫帚,撇下灰坝,跑入里面,又报道,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,又在门外骂斩力,那似怪文报大惊,鼓蹦蹦,钢牙遥响,滴溜溜,怀眼睁远,挺住长枪,带了宝贝,走出门来,泼口乱骂道,我把你这个偷营放火的贼后,你有多大手段,那这等藐视我眼,行者 这笑脸骂道,泼怪物,你要知我的手段,且上前来,我说与你听,自小生来手段强,乾宽万里有名扬,当时影无修仙道,昔日传来不老方,立志拜投方寸底,潜心参见圣人像,学成变化无量法,宇宙长空认我狂,闲在山前将虎符,闷来海内把龙将,祖局花果称王位,水帘动力成钢墙, 几番有意图天界,数次无知夺上方,遇刺齐天明大圣,赤锋又赠美猴王,只因验射盘桃会,五简香妖我姓刚,暗闯摇尺头玉叶,撕行宝阁印穹将,龙肝凤髓曾偷吃,百味真修我且长,千载盘桃随受用,万年丹药任冲场,天宫义武斑斑取,胜负其真剑剑藏,玉帝防我有手段,急发天兵百战场,九要恶行, 五星遭我贬,五方凶速被无伤,普天神将皆无敌,十万雄师不敢当,威逼玉皇传旨意,灌将小圣把兵扬,相持七十丹二变,各弄精神各个强,南海观音来助战,净凭杨柳也相帮,老君又是金刚套,把武器拿到上方,绑剑玉皇张大帝,曹官讨教最该当,急刹大力开刀斩,刀砍头皮火焰光, 百计千方弄不死将无鸦赴老君堂,柳丁神火炉中炼,炼得浑身硬丝刚,七七鼠顽开顶看,我身跳出右胸章,诸神庇护无知党,众胜商量把佛养,其师如来多法力,果然智慧广无量,手中堵塞翻金斗,江山压我不能强,玉皇才是安天会,西域方称极了场, 压困老孙五百载,一些茶饭不曾成,金蝉长老林凡事,东土拆他拜佛乡,欲取真经回上国,大唐地主杜仙王,观音劝我归一善,禀教加持不放狂,解脱高山跟下南,如今西去取经账,脱模修弄张胡志,喊我唐僧拜法王,那怪文言,指着行者道,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,不要走,吃乌以枪,这大圣使棒来应,两个正子相处, 这碧香哪吒太子声称,获得行军发狠,即将那六剑神兵,活不等物,往妖魔身上抛来,孙大圣更加雄士,一边又雷公使手械,天王举刀,不分上下,一拥起来,那魔头微微冷笑,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,撒手抛起空中,叫声,呼啦的一下,把六剑神兵,活不等物,雷公手械天王刀行者棒,尽情又都唠去,众神灵依然赤手, 孙大圣仍是空拳,妖魔得圣回身,叫小的们,担时弃门,动土修造,重新整理防狼,哎,齐备了,杀唐僧三众来泄土,大家散服受用,众小妖灵命为耻不提, 却说那李天王率众回上高峰,火得院得扎兴吉,雷公怪天王放雕,为水泊在棒无语,行者见他们面不思赌,心有营丝,莫奈何,怀恨强欢,对众笑道,列位不须烦恼,自古道,胜败兵家之长,我和他论武艺,也只如此,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,所以危害,把我等兵器 又套江去了,你且放心,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角色来也,太子道,拟前起奏玉地,查看满天世界,更无一点踪迹,如今却又何处去查,行者道,我想起来,佛法无边,如今且上西天问我佛如来,教他住慧眼观看大地四不中,看这怪是那方生长,何处相灌注聚,圈子是见什么宝贝, 不管怎的,一定要拿他,与列位除气,环如等欢喜归天,众神道,既有此意,不需酒亭,快去,快去,好行者说声去,就纵金斗云,早知灵山,落下降光,四方观看,好居住,凌风疏解,蝶杖倾家,鲜月顶颠魔必喊,席天瞻巨镇,形势压中华,远气流通天地远,微风飞沉满台花, 时闻中庆阴长,美听惊声明朗,又见那轻松之下优婆讲,翠柏之间罗汉性,白鹤有情来就领,青鸾住一住闲艇,玄猴对对情仙果,兽鹿双双献紫英, 幽鸟生贫如素语,奇花色选不知名,回轮盘绕中中故,古道弯环处处平,正是清虚灵秀地,闯颜大叫佛家风,那行者正然点看山景, 呼听得有人叫道,孙悟空,从那里来,往何处去,急回头看,原来是比丘尼尊者, 大声做礼道,正有一事,欲见如来,比丘尼道,你这个顽皮,既然要见如来,怎么不等宝杀,且在这里看山,行者道,出来跪地,顾此大胆, 比丘尼道,你快跟我来也,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,又见那八大金刚熊啾啾的,两边挡住,比丘尼道,悟空,在后变尸,等我与你走上去来,行者指得助力门外, 那比丘尼至佛前何掌道,孙悟空有事,要见如来,如来传旨令入,金刚才闪路放行,行者低头礼拜臂,如来问道, 悟空,前文的观音尊者解脱入身,归依是教,保唐僧来此求经,你怎么独自道辞,有何事故,行者顿手道,尚告我福, 弟子自禀加持,与唐朝师父息来,行至金山都山,金山都洞,遇着一个恶魔头,明幻四大王,神通广大,把师父与师弟等射入洞中, 弟子向一求取,没好意,两家笔蹦,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圈子,抢了我的铁棒, 我恐他是天将司犯,即上届查看不出,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住院,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班兵器, 急请火得兴君放火烧他,又被他将火炬抢去,又请水得兴君放水掩他,一毫又掩他不住, 弟子废若干精神气力将那铁棒等物投出,复去所占,又被他将钱物依然套去,无法收将, 因此特告我佛,望垂慈与弟子看看,果然是何物出身,我好去拿他家属四林, 秦此魔头,救我师父,和孔前程,败救郑国,如来听说,将慧眼摇关,早已知识, 对行者道,那怪物我虽知之,但不可与你说,你这猴口吵,一传道是我说他,他就不与你斗, 定要攘上灵山,反一祸于我眼,我这里住法力,住你秦他去罢, 行者在拜称谢道,如来助我上的法力,如来吉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, 去十八里金丹沙,与悟空助力,行者道,金丹沙却如何,如来道, 你去洞外,叫那妖魔鄙视,掩他出来,却叫罗汉放上, 献住他,使他动不得身,拔不得脚,平地就打遍了,行者笑道, 妙妙妙,趁早去来,那罗汉不敢吃言,汲取金丹沙出门, 行者又谢了如来,一路查看,只有十六尊罗汉, 行者嚷道,这是那个驱逐,却卖放人, 中罗汉道,那个卖放,行者道, 元差十八尊,金怎么指的十六尊,说不了, 里边走出降龙,拂虎二尊,上前道,悟空怎么就这等放掉, 我两个在后听如来吩咐话的,行者道,特卖法,特卖法, 财字若嚷,吃了些儿,你敢就不出来了, 中罗汉笑呵呵,驾起祥云, 不多时,到了金山都山界, 那李天王见了,率众相迎,被言前世, 罗汉道,不必续烦,快去叫他出来, 这大圣撵住拳头,来于洞口, 骂道,突破怪物,快出来与你孙外公见个上下, 那小妖又飞跑去报,魔王怒道, 这贼侯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, 小妖道,横无甚将,指他一人, 魔王道,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, 怎么却又一人到此,敢是又要走拳, 随带了宝贝,操枪在手,叫小妖搬开石块, 跳出门来,骂道,贼侯,你几帆家不得便宜, 就该回避,如何又来吆喝, 行者道,这泼魔不识好歹, 若要你外公不来,除非你服了将, 赔了礼,送出我师府,师弟,我就饶你, 那怪道,你那三个和尚已被我洗净了, 不久便要宰杀,你还不时祈祷,去了吧, 行者听说宰杀二字,鼓灯灯塞边火发, 按不住心头之怒,丢了架子, 扔住拳,斜行拘步,望妖魔使个挂面, 那怪斩长枪,劈手相迎, 行者左跳右跳,哄那妖魔, 妖魔不知是计,赶离洞口难来, 行者急招呼罗汉把金丹沙望妖魔一起抛下, 好杀,正是那,似物如烟出散漫, 纷纷矮矮下天涯, 矮茫茫,到处迷人眼, 昏默默,飞时找路差, 打柴的桥子湿了半, 采药的仙童不见家, 细细轻飘如麦面, 粗粗翻腹四肢嘛, 世界朦胧山顶岸, 长空迷眉太阳遮, 不比肖沉随骏马, 难言轻软趁香车, 死沙本是无情物, 盖得这天把怪拿, 只为妖魔轻正道, 阿罗奉法逞豪华, 手中就有明珠线, 等时刮的眼神花, 那妖魔剑飞杀迷目, 把头低了一滴, 足下就有三尺鱼身, 慌得他将身一纵, 跳在腹上一层, 未曾立得稳, 须余又有二尺鱼身, 那怪急了, 拔出脚来, 急忙取圈子, 往上一撇, 叫声, 猪呼啦的一下, 把十八粒金丹鲨右径套去, 拽回步, 静归本洞, 那罗汉一个个空手停云, 行者进前问道, 种罗汉怎么不下沙了, 罗汉道, 是才响了一声, 金丹鲨就不见义, 行者笑道, 又是那花儿套江去了, 天王等中道, 这般难服啊, 却怎么捉得他, 和日归天, 和颜见地眼, 朋友想懂, 俯虎二罗汉对行者道, 悟空, 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至何眼, 行者道, 老孙只怪你躲避不来, 却不知有深话说, 罗汉道, 如来吩咐我两个说, 那妖魔神通广大, 如施了金丹鲨, 就叫孙悟空上离恨天都绿宫, 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, 树极可一鼓而勤演, 行者闻言道, 可恨, 可恨, 如来却也闪转老孙, 当时就该对我说了, 却不免叫如登远舍, 李天王道, 既是如来有此名事, 大盛就当早起, 好行者说声去, 就纵一道金斗云, 直入南天门里, 时有四大元帅秦拳拱手道, 秦怪是如何, 行者且行且答道, 伟离, 伟离, 如今有处寻根去演, 四将不敢留足, 让他进了天门, 不上灵霄殿, 不入斗牛宫, 静置三十三天之外, 离恨天都绿宫前, 见两仙同师利, 他也不同姓名, 一直静走, 慌得两童扯住道, 你是何人, 往何处去, 行者才说, 我是齐天大圣, 欲寻李老君利, 仙同道, 你怎这样粗鲁, 且住下, 让我们通报, 行者那容愤说, 喝了一声, 往李静走, 忽见老君自内而出, 撞个满怀, 行者躬身唱个懦道, 老官, 一向少看, 老君笑道, 这猴不去取经, 却来我住何干, 行者道, 取经取经, 昼夜无庭, 有些阻碍, 到此行行, 老君道, 西天陆祖, 与我何干, 行者道, 西天西天, 你且修掩, 寻这踪迹, 与你缠缠, 老君道, 我这里乃是无上仙功, 有甚踪迹可寻, 行者入礼, 眼不转睛, 东张西看, 走过几层狼鱼, 呼见那牛栏边, 一个铜儿短睡, 青牛不在栏中, 行者道, 老官, 走了牛眼, 走了牛眼, 老君大惊道, 这孽畜几时走了, 正嚷见, 那铜儿方醒, 跪于当面道, 爷爷, 弟子睡着, 不知是几时走的, 老君骂道, 你这丝如何短睡, 铜儿叩头道, 弟子在单房里食的一粒单, 当时吃了, 就再次睡着, 老君道, 想试前日练的七凡火丹, 掉了一粒, 被这丝食吃了, 那单吃一粒, 改睡七日离, 那聂处阴底睡着, 无人看管, 碎成鸡走下戒去, 即义是七日矣, 急查可曾偷甚宝贝, 行者道, 无甚宝贝, 只见他有一个圈子, 甚是厉害, 老君急查看时, 竹斑俱在, 只不见了金刚镯, 老君道, 这聂处偷了我金刚镯去了, 行者道, 原来是这件宝贝, 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, 如今在下界张狂, 不知道了我等多少物件, 老君道, 这聂处在身地方, 行者道, 现住金山都山, 金山都洞, 他捉了我唐僧进去, 抢了我金箍棒, 请天兵相助, 又抢了太子的神兵, 急请火德兴君, 又抢了他的火炬, 为水伯虽不能淹死他, 倒还不曾抢他物件, 致请如来铸罗汉下沙, 又将金丹沙抢去, 似你这老关纵放怪物, 抢夺伤人, 该当何罪, 老君道, 我那金刚镯, 乃是我过寒冠画虎之气, 自幼炼城之宝, 凭你什么兵器, 水火, 巨母能尽他, 若偷去我的芭蕉扇, 连我也不能赖他何以, 大圣才欢欢喜喜, 随着老君, 老君指了芭蕉扇, 驾着祥云同行, 出了仙功, 南天门外, 低下云头, 净至金山都山溅, 见了十八尊罗汉, 雷公, 水博, 获得李天王父子, 被言前世一变, 老君道, 孙悟空还去诱他出来, 我好收他, 这行者跳下风头, 又高声骂道, 突破捏处, 趁早出来受死, 那小妖又去报纸, 老魔道, 这贼侯又不知请谁来演, 急抄枪带宝, 迎出门来, 行者骂道, 你这泼魔, 秦帆坐定是死了, 不要走, 吃无意掌, 急纵身跳个满怀, 披脸打了一个耳阔子, 回头就跑, 那魔抡枪就赶, 只听得高峰上叫道, 那牛儿还不归家, 更歹何日, 那魔抬头, 看见是太上老君, 就豪的心惊胆战道, 这贼侯真个是个地理鬼, 却怎么就仿得我的主公来演, 老君念个咒语, 将扇子扇了一下, 那怪将圈子丢来, 被老君一把揭住, 又一扇, 那怪物力软金马, 掀了本相, 原来是一只青牛, 老君将金刚这吹口仙气, 穿了那怪的鼻子, 解下了跑带, 挤鱼这上, 牵在手中, 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居耳, 又鸣鞭狼, 指此之位, 老君辞了众神, 跨上青牛背上, 家采云, 静归兜律院, 富妖怪, 高生离恨天, 孙大圣才同天王等众打入洞里, 把那百十个小妖进阶打死, 各取兵器, 谢了天王父子回天, 雷功入府, 火得归功, 水波回合, 罗汉向西, 然后才解放唐僧, 八戒, 沙僧拿了铁棒, 他三人又卸了行者, 收拾马匹, 行装师徒们离洞, 找大陆放走, 正走间, 只听着陆棒叫唐圣僧, 吃了摘饭去, 那长老心惊, 毕竟不知是什么人叫唤, 且听下回分解, 这部最新作品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作品, 旨在让盲人或市场人士, 也能享受电视和电影的乐趣, 这部作品更是我对提供包容性体验的坚持和热情的体现, 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获得相同信息和娱乐的权利, 因此我投入心血制作这部影片,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, 使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故事的魅力和情感的共鸣,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, 请给予你的支持和鼓励, 每一次观看、订阅, 以及点赞都对我意义重大, 我也诚要你们加入我的社群, 一起交流和提出建议, 你的意见不仅是我改进作品的动力, 也是引领我探索新创作方向的指南针, 请不吝点赞,